孙悟空成佛才懂 当年老君不连杀自己72次 反而将自己推进八卦炉 孙悟空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他仅仅在方寸山待了十年 就从菩提祖师那学了上天入地的本事 在抢夺金箍棒之后 孙悟空更是如虎天意 他抢夺金箍棒 目词必马温 最后挥舞金箍棒打上了天庭 直到灵山的如来赶赴第一现场 用甚深法力才将孙悟空降服 在如来出手之前 孙悟空曾和巨灵神 哪吒二郎神爆发激烈打斗 甚至就连身为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 也悄然出手 那时太上老君见二郎神和孙悟空 打得难解难分 他从袍袖里摸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圈圈 然后对准了孙悟空的脑袋 就抛了下去 金刚卓不偏不巧地砸在了孙悟空的脑门之上 孙悟空摔倒之后 二郎神等人一哄而上 用利刃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鼓 让其不能再变化 最后将孙悟空弄了个五花大绑 有送天庭听后玉帝的发落 玉帝让人将孙悟空绑在了降妖柱上 为了一切心头之恨 玉帝对孙悟空起了杀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太上老君的举动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原来孙悟空吃了大量的盘桃金丹 无论玉帝如何刀砍腐劈 电击雷哄都不能伤其分毫 可孙悟空走在取经路上的时候 曾被红孩儿的三位真火熏得燥热难耐 他将身子投入冰冷的溪水之中 导致火气攻心 硬生生丢了一条性命 幸好猪八戒修炼过36遍 直到孙悟空有72遍 就有72条性命 只见八戒给孙悟空推拿过血 果然不出八戒所料 孙悟空当真复活了 众所周知 36遍 72遍都是道家法术 猪八戒都知道孙悟空有72条性命 身为道派始祖的太上老君 更是心知肚明了 其次 太上老君想必也知道 三位真火配合冰水 能让孙悟空火气攻心 继而一命呜呼 只要连续击杀孙悟空72次 不就能实现 玉帝击杀孙悟空的愿望了吗 可太上老君却拍着胸脯 对玉帝说道 不落让我领了去 放在八卦炉中 以温无火锻炼 炼出我的丹来 他身自为灰烬矣 玉帝一听有理 当即同意了太上老君的建议 然而孙悟空不但没有命丧八卦炉 反而在八卦炉里 炼出了一双火眼金金 初读西游记的时候 读者们没有注意到 太上老君的反常举动 直到我们重拾西游记反复翻阅 方能领会太上老君 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的真实目的 细看援助的朋友会发现 太上老君的确干了好几件蹊跷之事 首先 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之时 太上老君是取了孙悟空琵琶鼓上的利刃 这样一来 孙悟空不就没了束缚 又能施展72变了 其次 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之前 太上老君没有收回金箍棒 第三 八卦炉也是太上老君亲手打造 可孙悟空进了八卦炉之后 却发现 炉中留了一个有风无火的迅门 更让人费解的在后面 孙悟空逃出八卦炉时 他只是将太上老君推了一把 这位三清的大佬 竟被孙悟空推得摔了一个亮枪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孙悟空 打进了玉帝的通明殿 那时候的孙悟空 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哪里会留意 太上乃老君的怪异举动 直到孙悟空成了斗战圣佛 他才猛然醒悟 原来孙悟空成佛之后 在雷音寺里打坐入定 随着孙悟空的灵台 越来越清明 他想通了许多事情 正如孙悟空在弗林山 和猪八戒对决之时说的那样 那太上老君将我拿了去 放在八卦炉中 将神火锻炼 炼作个火眼金睛 铜头铁臂 也就是说 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 不仅炼成了火眼金睛 他还造就了一个 真真正正的铜头铁臂 而制造机会之人 正是屡屡放水的太上老君 他通过八卦炉里的神火 加速了孙悟空体内盘逃 金丹的吸收 助孙悟空 炼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刚不坏之身 就连命门琵琶鼓 也变得坚硬异常 再也不会被利刃刺穿 倘若当年 太上老君没有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 而是任由御帝处置孙悟空 孙悟空必是凶多吉少 毕竟天庭大佬甚多 想要连续击杀孙悟空72次 并非难事 就样看来 太上老君明面上是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 实则是绕着丸子变相保护孙悟空 孙悟空成福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年自己在八卦炉里能逃过一劫 并非运气使然 而是太上老君这位贵人多次在暗中相助 太上老君究竟是孙悟空的谁 他为何要暗中相助孙悟空 直到戏友记落下剧中的帷幕 吴承恩依旧没有将这个谜团阐述清楚 反而给读者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步伐是一种绝妙的写作手法 正是五目音中戏短篷 张黎扶我过桥洞